《九十五太陽報》 網拍片案十一人就琴 2015年7月10日港民A13電信公司職員在網上交易平臺 我稱有演唱會門票出售 當有受害人上標後,他旋跡化身族買家 向其他網上真買家買球鞋或結他,取得其銀行戶口 再要求買演唱會門票的受害人入售到該戶口 從中騙財買貨,警方一連兩日掃蕩網上拍賣片案 將他拘捕,行動中另有十名男女網上騙徒被捕 合共涉及如二百宗片案,涉款如百萬元 被捕者包括兩名科大學生 警方新界北總區重案組採取代號登封者行動 前日起一連兩日,在全港多個地點展開手捕 共拘捕六男五女,十六至四十歲 他們涉與今年二月至本月初共二百六十三宗網上交易片案有關 片案涉及二百六十六名受害人 涉款一百二十萬元 被捕者當中兩人為科技大學學生,一人為中學生 其餘則報稱家庭主婦,適應及無業 他們軍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被捕 被帶處調查後,其中十人已獲准保釋後查 兼辦買賣各式有想調有關網上交易片案片圖 通常透過網上交易平台或討論區 辦買家出售演唱門票等貨品 待買家入數後即失蹤 亦有辦買家購買電子產品及名貴手袋等物品 以空投資票付款 而行動中被捕的其中一名姓梁 34歲,報稱電信公司職員 有人有同類網上交易片案案底 今次涉嫌於27宗網上交易片案被捕 消息指,有人已兼辦演買家及賣家兩個角色行遍 先在網上交易平台我稱有知名歌聲的演唱會門票出售 當有市民聯絡購買時,即時令辦買家 在網上向其他買家買波鞋或結他等物品 取得賣家的銀行戶口後 進以要求買門票的市民入售到該戶口 在聯絡波鞋或結他賣家取貨 期間會要求賣家退回買演唱會票款項的差價 有人為免容貌曝光 取貨時會電照客貨車 由司機代為收貨兼收錢